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地搭9026的国道客运 小爱爸爸谢国良希望透过走动式的服务 来了解基层通勤族的需求和感受 有一次我来看家里排队45分钟 有可能 接着怎么办 你们在想 那不有时间 对啊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国良 跟着通勤族一起排队等车聊天 一行五个人 为了不妨碍上班族 他还特别先礼让赶上班的民众先上车 等待下一班车比较有空位 他才上车 9026这个是基隆最重要的通勤路线之一 那大家也都很关心 那后来我们也透过民众了解到 现在9026开始会从一高下汐止 去停汐止的几个站 然后最后目前是只有到南港展览馆 没有进南港站 那我觉得这个对通勤朋友 他们毕竟还是很关心 他们的通勤权益 受到重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交通处的王处长 还有我们重发处的林处长林立场委员 来跟大家一起来搭乘这个路线 然后来了解一下 那非常感谢这个王处长 他第一线就像我们说的 都要跟民众行的问题要站在一起 所以据他了解 现在的9026还是仍然在积极协调中 那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要大家通力来努力 包括业者交通部 国会办公室还有市政府 那有需要我们的地方 我们一定会积极的来协助 那我们后来有透过交通处的王处长 他可以跟大家比较清楚的说明 我们也了解到说 为什么不停这个南港站 是有一些南港站需要一些费用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了解 现在问题是出在费用的问题 但是费用的问题 不应该影响到民众搭乘的权益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来化解这个问题 我现在也蛮早就起来 会念圣经祷告 所以起的也算比较早 那我们如果一有需要 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在外面 但是一有需要 我们就要在外面 跟大家多了解一下 大家每天碰到的情况 我跟王处长 还有林处长都有这样的认知 就是只要大家尤其是在通勤方面 只要通勤方面有哪些需要我们关心 我觉得我们就会想要立即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那9026的问题就是有问题 还没有解决嘛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9026的状况 然后我们能够尽快解决这样子 当地的英安里里长几乎每天都要来这边当志工 协助通勤族上车跟过马路 他也提出了他的观察 大概是7点到7点40这个时间就等很久 而且没有车辆来 他从金山那边就开始出来片银河 这是最后第二站 后面还有一站大概会留三个位置 现在目前大车族他最不能理解 就是说明明有位置 然后不给上 司机大哥不给上 基隆大约有10万人 每天都要通勤工作赚钱养家 花费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回奔波 谢果良上工第一天的骑手室 就是以同理心来体验通勤族生活 希望让他们减少通勤的不便 未来的目标还是要增加在地就业 让通勤族逐渐减少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果良 这次也特别邀请交通处长王震宏 跟中发处长林立禅一起来体验9026通勤过程 希望市政府团队能够基于同理心 帮助解决通勤族的问题 今天是小爱爸爸第一天的上班日 那我现在其实在客运上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在一高上面 那我现在就是在9026上面 因为我们9026最近 这个因为有调整的路线 那现在呢会增停戏纸 那边有大概有四个站左右 然后终点站现在又不进南港车站 直到南港展览馆 那这一点呢 其实有影响蛮多通勤族朋友的权益 所以我特别今天介绍几位我的优秀的 这个伙伴同仁朋友 这是交通处的王俊宏 王处长 他原本是基隆市政府参议 他原本就是十年前 就是交通旅游处的处长 另外一位是我以前立法院的好同事 林立产委员 他现在是我重发处的处长 基隆市长小爱爸爸谢国良的一日通勤 特别邀请了交通处跟综合发展处 两位新处长同行 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实际的走动 用同理心来感受通勤族的喜怒哀乐 希望在政策方面能够更贴近民众的需求 解决通勤族的痛点 跟各位市民好朋友报告 那目前9026的部分 已经积极在协调 大概因这个心情应该会有 比较确定的一个方案能公告 所以要再度跟各位市民 报告目前的最新进度 那有关R字头的R86 这三个公车路线的部分 那我们在那个20号的时候 市政府已经启动了所谓的备员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礼拜我们也会再跟相关的业者 包括游览车业者 以及基隆科运公车处 就明年1月1号 假设基隆科运营运有在改变的时候 我们会立即再做一个应变 所以基本上相关的应变的方案 我们目前都已在积极的一个所谓的研议中 也在协调中 那大概也跟各位市民报告 这个部分请不用担心 我们不会中断来行使 或确保市民好朋友的一个公车通勤的一个权利 其实我们重发处就是整个综合规划 那和各个局处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 解决市民的一些通勤问题 所以呢我觉得除了来了解一下 整个通勤的状况班次 还有各个我们的车辆的这种停靠站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来了解之后 我们会整体性的去规划 那希望说可以去解决市民在通勤方面的一个不便 不管是就学就业 还是可能到就是到外面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块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透过现场的观察不难发现 谢国良的市政团队 希望秉持着接地气的理念 用同理心来规划政策 才能够及时的解决民众的需求 相信这将是市民之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北北基陶首都生活圈只有基隆不是直辖市 为了基隆的发展与各项建设的争取 提升市民的权益 谢国良市长在上任后第一次的事务会议后表示 将由民政处与公务处纳入民意考量 一起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将从合并升格或其他方向来思考推动 基隆要争取成为直辖市的这个议题 我想要来跟各位报告 因为长久以来基隆就是因为在整个北北基 甚至北北基陶一千万的人口里面 唯一三十几万是没有纳入直辖市的 那没有纳入直辖市 他在整个待遇上 他在整个市民的享有的一个权利上面 我觉得有受到了一些损害 所以包括我们也看到林佑昌林前市长 在他的任内也曾经提过北海市相关的规划 所以我认为说在基隆市未来的发展 让他能够有直辖市的一个待遇 我觉得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第一个市政会议上面 其中过去也在我的竞选的过程中 都有提出基隆市一定要变成直辖市 或是直辖市的一部分 对于基隆市的市政发展 才会有真正的帮助 那我今天在市政会议上 我也请我的民政处张渊祥张处长 来针对于基隆要成为直辖市 的这个议题 相关的一些数据 民众的一些权益 还有未来民意如何在这个意见上面 也能够表达 还有未来假如民众多数是赞成的 那么基隆变成直辖市的几个选项等等 都希望开始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也好 成立一个team也好 开始去准备去规划去研究 然后逐步来推动 那我们没有设定任何的时间表 但是只要有进度 我们就继续来进行 那另外呢 因为我是特别感谢这个陈耀川 陈主命在这个侯友宜侯市长的这个同意下 来基隆来帮忙我们市政工作 那除了是公务处长以外 他也是我们正式对于新北一些工作相关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一个窗口 那大家都知道 假如基隆市要变成直辖市 也一定有可能会跟新北要谈某种程度的合作 因为基隆其实是被整个新北市所环绕着 所以我未来会请张元祥张处长负责这个计划 来好好的推动 让基隆能够变成直辖市 让基隆市民能够享有直辖市民 能够享有双北直辖市民的待遇 那另外有关于新北的工作 那我会这个相关的讨论 那我也会请这个我们陈耀川陈处长 来协助这个我们这个团队 来一起来落实更多的规划思考跟逐步推动 就像我讲的 这个推动是没有时间表 但是我们是绝对是积极在推动 升格成直辖市有几种方式 一就是单独升格 单独升格过去的案例 有这个新北市 就是过去的台北县 它是独立升格 过去也有这个合并升格 那像台南市跟台南县 应该就是合并升格成新的台南市 那也应该有所谓的并入直辖市 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所以我觉得我会从 因为独立升格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就明显不足 所以我会从合并升格 跟其他的选项当中 去思考基隆市未来的方向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在我做基隆市长的任内 我一定要推动让基隆 能够升格成直辖市 这样子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城市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谈到 所有经费的问题 所有捷运的问题 所有交通建设的问题 甚至所有月票补贴的问题 全部都是碍于 我们本身是一个县市 而不是一个直辖市 很多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 所以比起我们足足 在过去第二任的最后面谈合并 我个人认为 我在我的第一任的第一周 我就希望来好好谈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我们做一点时间准备 成功的机会 成功的效率也更大一些 总之我们一定要 往这个目标来迈进 这不只是我的政见 也是我的心愿 我很想让基隆市变成直辖市的一部分 谢管梁强调 为了帮市民谋福利 与基隆的未来 他上任第一周 就希望积极来推动 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避免基隆被边缘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大家请安问好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 我们变成一个爱的团队 来关心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孩子们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对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谁又一级终于上了 我没关系 没有WiFi 我的妈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家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家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为了协助更多要找工作的民众 基隆就业中心 特地在安乐区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富幼福利服务中心 也就是富幼馆 办理今年度最后一场 前进社区争裁活动 社会处更希望 为服务的中低收入户 梅合找工作赚钱 执行更多脱贫计划 帮助这些孩子们顺利就学 翻转未来的人生 求职找工作的民众逐一进入面试 对于能够就近在富幼馆这里找工作 民众觉得很方便 就算不是在这里举办 只要有就业梅合找工作的机会 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感恩了 我闲不住 在家里做也很辛苦 没有工作时间很难过 就这样子就出来找找看 搞不好运气好 有碰到有适合的工作 来这边因为你自己是 本身就住安乐区 所以来这边算方便 是方便 如果把我调到那个 人爱区别的区也没关系 只要有工作就好 我不影响这是什么 坐车的时间什么 我可以提早出门 对 有工作最重要 对有工作最重要 为了协助更多要找工作的民众 基隆就业中心特地进入社区 在安乐区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富幼福利服务中心 也就是富幼馆 办理今年度最后一场 前进社区征裁活动 明年四月左右 将举办一场更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我们今天邀请到五家不错的厂商前来 那现场大概提供了157个职缺 大约有作业员工程师 还有这个保全人员 储备干部还有这个仓储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校园的清洁人员 我们一年大概两到三次 那其实我们每年都也会跟社会处这边合作 然后一起办理 那帮助这个民众 我们明年度会在基隆市举办一个大型的就业博览会 那这个博览会我们会邀请北区 很多家大约60家 约60家的这个优质厂商 然后提供大概将近2000个职缺 那希望这个有医院的民众朋友 千万不要放过这次的机会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和基隆就业中心合作 也希望能够为服务的中低收入户个案 媒合找工作赚钱 执行更多脱贫计划 帮助这些中低收入户的孩子们 能够顺利就学翻转未来的人生 服务的部分 常常服务到一些经济弱势的家庭 那这些家庭我们就会除了 就是第一点我们可能会引荐他们过来 这边做一些就业媒合的服务以外 那第二点同事也是希望他们找到工作以后 那可以将一部分的薪水 那提拨到我们的儿少犯人账户 那给我们经济弱势的这些低收 还有中低收的孩子 那提拨着帮他们存一部分的钱 那同时我们政府也会提拨一部分的存款 到这个装户中 那作为他们以后就业或是就学的基金 因此社会处妇幼及救助科人员 也积极协助就业中心 控出包括妇幼馆的亲子图书室 以及妇女上课教室和咨询室等等 营造企业组合应征就业民众 舒适的现场面试地点 希望求职民众都能够顺利找到好工作 企业主也能够找到好人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由于疫情期间采线上教学 学童接触平板等3C载具的时间拉长 为了协助学校加强学童的势力保健 国际福伦3490地区基隆分区9社 联合社区服务 由新北北海岸福伦社主办 特别协助暖息国小 全面改善教室照明设备 让学童有一个健康用眼的学习环境 现在的学童身处3C时代 加上疫情期间线上学习 接触3C载具的时间更长 为了关怀学童的势力健康 国际福伦3490地区基隆分区 9社联合社区服务 特别协助暖息国小 全面改善教室照明设备 由新北北海岸福伦社主办 基隆分区其他分社协办 一起为学童的势力保健 尽一份心力 因为现在的说是3C的产品 然后让小朋友已经好像 有一点受伤的比较严重 尤其是现在那个以前的那个 日光灯比较昏盘 他们的那个 没办法说 坏掉 才能购买 重新的换息人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的地域 他是在做到一种登剧人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你把他们的教室全部都换息 用LED跟 黄宝 就不会结缘结碳 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这个灯光 改装以后 把那个造语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 这么好的环境下努力学习 以后啊 长大出社会 能够让你们 欢迎你们来做公益 来造福下一代的人 因为老旧设备 阿姨没有机会都没办法去改善 那我们设想发起了到 就马上发起这样的真正活动 希望被计较有点帮助 那当然如果日后还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不用客气也到我们设计设计 我们说的设计是中文在设计的 那 因为 那个大家 都是为这个小朋友在 在努力 那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大家也能量知道 我们也能够费 有一群默默的一些 善心的事 在关心你们 帮助你们 希望你们有好的教育环境 不要疏散其法比赛 但是你们也要 争口气 那个 好好的练功 读书 长大 才能那个 成为一个赛典 那不但为了笑声光 也 也能为自己公宗教士 才能成为社会的基地 国家的动员 都非常感谢文社呢 给基务之地 这么好的一个 优质的一个教育环境 那真的 正如刚刚呢 陈市长所说的 呃 就是为孙子在这个地方 而且呢 这些年来啊 3G产典呢 每个小朋友快要够一只手机 所以长时间呢 连在手机上的时间啊 太长太久了 因为具体的用眼 长时间的用眼 对势力的恶化呢 造成的结果 成的那个状况 会非常地糟糕 所以就真的也请 暖西的孩子们呢 尽可能 不要长时间的 使用身心产品 在国际福人3490地区 基隆分区的协助下 暖西国小共换了162盏灯 324支LED灯管 暖西国小校长说 相当感谢福人社的爱心 与公益精神 让学童能有一个健康 用眼的学习环境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 圣诞节时暖暖地内 出现真人版圣诞老公公 这也是第三届圆梦计划 帮助28位来自暖暖区 各幼儿园小学 以及国中弱势学童圆梦 拿到自己想要的圣诞礼物 更希望让这群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够成为其他弱势孩子的 圣诞老公公 把爱和感恩继续传承下去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 不管是布鞋或是文具用品 还是玩具 甚至书桌 可以在圣诞节前夕 从圣诞老公公手中拿到自己 许愿时想要的各种物品 小朋友都很开心 这是由基隆市议员 林敏勋和太太周代毅 以及地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林黄辉和执行长邱梅萍 第三届共同发起的圆梦计划 一个多月前先请暖暖区 各幼儿园小学以及国中 了解每位学童需要的物品 再由各界共同认捐购买 这次推荐出总共28位左右的 弱势学童 赠送这些圣诞礼物为孩子们圆梦 更希望让这群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够成为其他弱势孩子的 圣诞老公公 把这份正能量的爱和感恩 继续传承下去回馈社会 林敏勋和林黄辉代表所有共同响应 这次活动的各界善心人士 也是真能版的圣诞老公公们 这次更邀请前两届许愿的学童们 一起回来把礼物交到将近100位孩子手中 希望这项弱势学童圆梦计划 可以继续办理下去 我们希望大家齐聚一堂呢 是过一个开心的圣诞节之外呢 大家等一下我们又准备一些小点心 跟这个可以享用的这个食物 大家可以一起来过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圣诞节 那那个李勋叔叔 李勋议员叔叔也特别 今天没有穿上圣诞装 但是我们有戴上这个圣诞口罩 然后希望说 一样就是过圣诞就要有圣诞节的气氛嘛 全梦计划 很感谢各位志工伙伴的参与 还有各位善心人士 一起加入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 以后也可以像这样可以帮助 有需要帮助的人 除了小朋友希望得到的礼物之外 在各界善心汇集下 每位孩子更额外获得手工缝制 独一无二的玩偶和点心等礼物 希望在失忍的寒冬中 让这群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 都能够度过一个充满温暖 和感恩的圣诞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以及热林学习中心在寒冬中 举办捐协公益活动 让孩子们倍感温暖感动 一双双鞋来自各界善心冷市 救国团发起的捐协活动 守护着弱势家庭的学童 冷冷的冬天 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温馨 与温暖 非常感谢很多爱心人士 愿意把他们的爱心温暖 送到校园来 感谢先动国校 中华国校 西定国校 德和国校 及成功国校的老师 整合出学生名单 让暖暖的资源送到孩子手上 结合捐协活动 仁阿乐林学习中心 在先动国校 还举办了共荣共学生活艺术 新纪元音乐会 透过音乐以及不同世代的一个情感交流 为孩子们带来这一场欢乐的节气享宴 透过公益活动 展现救国团在公益 教育 服务 健康 多元服务社会的初心 期许将爱连续 温暖社会的各个角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年平均 最好的 那 年十一个 年十七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圣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圣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这有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续绷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有WiFi 这里是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刑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